上个礼拜我们大概讲到有关那个像Sanpoda函数 然后Sanpoda函数的话 如果我用VBA来做类似Sanpoda的那种 相关的应用的话 那该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这边有把那个再加上VBA部分 那其他的话 像三比辅 比如有条件的加总 有其他加总的话 如果要把它改成VBA怎么做 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 那还有包含总会有讲到三题 这个产线人员 产线一产线人员 那后面的话 你如果三比辅 你可以配合万用字员 那所谓的万用字员就是什么 问号或信号 问号的话是固定几个字 信号的话是不固定长度的字数 那另外的话 还有那个像那个011苗栗和宜兰 那因为三比辅里面 它的那个条件不支援那个货 有没有 那所以如果你要这个两个都要加总的话 那边要加 把它加做一次苗栗的 再做一次宜兰的 但是如果你用VBA的话 就没这个问题 因为VBA的话 它有资源偶尔 逻辑函数后面可以用 那这个部分云端上也有答案 所以回去假设不太清楚 可以复习一下 然后前后三名部分 我们用Large跟Small 然后还有利用什么 热透彩重量几率统计 然后我们最后做出来 就是上个礼拜讲到的这一题 就是最后 当然我会希望怎么样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最后的列表 然后格式化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找出排名是 那个第一 第二到第七 一到七名 比如我刚好需要七个号码 因为六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告诉我 这个101年 102年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几率最高的话 那当然我们可以 假设啦 格式化是说呢 我把什么呢 上个礼拜好传导 上个礼拜好像全档的时候 应该是要存成那个 XLSM才对 好像因为最后 把它存成XLSX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VBA都不见 那这个效果呢 就是把什么呢 前期名 如果 如果这个依然的 这个里面的资料 小于的一期的话 就把这个的底色改成黄色 那这个云端上 其实有答案 如果说 你上礼拜的部分 假如漏掉 其实你也可以 把那个云端上面的数学函数 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我们这边有答案 这个乐透彩 程式码 那就会有格式化跟格式化清除 另外还有前期名的程式 那我都会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格式化 格式化VBA这个 格式化清除 另外还有前期名 那如果说将来 有些程式漏掉 没关系 你可以Ctrl-C 然后如果你要把它恢复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把那个开发环境 里面的VBA打开 你会发现呢 它里面的那个模组不见了 它把它删掉 所以没关系 我把它恢复 插入个模组 再把刚刚的程式贴上 然后呢 就是这个按右键我看一下 指定具体是不是给这个 格式化 然后这个的话是清除 清除是这个 那前期名的话呢 是这个 所以分别再重新指定的话 那我试一下 按下去 一样可以完成 那至于里面程式到底写什么 其实非常简单 一个回圈 有没有 一个Fornets 然后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将什么呢 一栏里面的资料 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就把它的A栏 同一列的A栏 所以你会发现都是I I指的是那一列的意思 找到那一列 它的底色把它改成黄色 OK 然后其他的话 颜色改成没有 就把它清掉 这个地方不用逻辑判断 最后比较困难的就是前期名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帮我找到之后 假设找到的那一列 那一列 同一列的资料 并不是把颜色凸 而是怎么样 而是要把资料 复制到这边来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 我上个礼拜是什么 把这个前期名的部分 其实主要是从格式化 修改而来的 那其实再增加两行就可以了 哪两行 这边说如果你可以理解这个逻辑的话 以后蛮多地方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完成 OK 有没有 就是怎么样 因为我要把它复制过来 所以特别主要复制到哪一列 预设指是第二列 那每当复制一个呢 那我要往下 变第三列 那我这边可以讲 K等于2 把它写在第一行 因为为什么 这个K指的变数名称 你不叫K也没关系 你叫A叫B叫C都可以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2的话呢 意思说把2放到这个变数里面 它预设指就是2 那以后的话呢 每当多一个的话 K等于什么呢 K加1就可以了 因为把它2变3 3变4的话 也用这个方法 所以其实多这两行 就可以完成 前七名的这个效果 那至于怎么做 我想细节部分上个礼拜都有讲到 如果你已经有些地方忘了差不多 回去再重看过吧 因为说真的把它重讲过一遍 其实也会多浪费一些时间 我们倒不如 请各位回去再慢慢看 这个是需要一点时间 如果你可以体会得到的话 你会发现慢慢写 其实写这个程式也并不复杂 OK 所以特别主要 就多一个什么 K等于2 我是把上面堆贴过来 然后K等于K加1 以后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可以回去再把它 再多多练习 那另外的话我有提到 因为现在它列出来前七名 它是按照找到之后就带一个 那当我有讲过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后来就有一个同学问到 就说老师我希望 他可以这样 就是第一次帮我找什么 第一名的 也就是这个排名排第一的 第一的话就是找哪一个 找这个 意思就是把34带过去 那再来找什么 找第二名的 第二名的话应该是这个 把21带过去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所以当然程式会越写越复杂 不过其实有些地方都是共通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什么 按照那个就是1234567的这个排名 去找的话 那其实关键就应该在这里 意思是什么 帮我第一次找第一名 也就是说第一次他变1给他 第二次的话呢 变2给他 第三次呢变3给他 他就帮你找到 有没有 所以特别是哦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也就是这个数字 我是希望什么 他这边变成不是小于等于 而是直接就等于 等于什么呢 等于第一次是找第一名 第二次找第二名 然后一时类推 可是问题呢 你这个数字 假如说你是写1的话 是固定的 所以如果你要让它变的话 嗯 这个地方你需要一个变数 所以其实这边的话 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在云南上好像有放那个 最后的那个答案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就是说呢 你可以在外面 多再增加一个回圈 不过这个难度就比较高了 意思是说呢 我这个回圈是 假设是什么 for 3 等于什么呢 我要变出1到7的这个数字 for 3等于1到7 然后有4就会有NAS 所以呢 记得有头就有尾 然后把这个第一层 这个是外面这个4 里面这一层呢 其实按一个TIP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 第一个4 第二个4 然后做什么呢 我第一次先产生1 那放给谁呢 放在这里就好了 等于追 OK 诶 程式写完了 看懂意思吗 其实我们主要是什么 本来是小于等于7 对不对 那我其实值是什么 把它变成等于多少 等于那我需要 给它一个 不断在改变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当我第一次的时候 是找1 所以呢 第一次找1的话 就for1等于1到7 所以这个追的值 它就第一次是1 第二次就是2 一直到7为止 OK 然后呢 那底下这个回圈是什么 就是一直去找的意思 找到之后往下加1 其实不用变 所以其实基本上哦 我只有改几个地方 1把小于等于7改成追 2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外面包一个for 追等于1到7 一个nest 结果OK了 那你想说这样 跑跑看 我们看看这个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符合我们要的啦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让它再执行一次 OK 我看一下哦 哎 有没有 34是不是第一名 34 然后刚刚看到 看过应该是第一名 没错 第二名的话就20 第二名21 没错 那第7名的话 应该就12啦 对 没错 看到 所以 其实里面呢 只是改了 两个地 应该算 两个地方吧 OK 就是改这个 把这个哦 本来是小于等于7 改成等于J 外面在包 你要变的那个数字 就OK了 所以其实 在那个VBA程式 不管是不是VBA啦 以后程式设计都一样 这个逻辑 你写别的语言也是相通的 主要是解决什么呢 解决那个变数的问题 也就是以后 如果你遇到那个会变的地方 你就给它一个变数 OK 然后呢 你就要把那个变数里面 要的那个数字 或要的那个值 把它变出来 它就会按照你要的 去帮你把它做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 那个意思吧 这个特别说 其实像如果 这个写成Python 也OK 写成其他语言 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那个语法 不太一样 可能就是叙述的语法 你只要稍微变动一下 你在别的语言上 跑也是OK的 所以请各位也许 试试看这个部分 上个礼拜的 乐透彩的中奖 几率统计 这个延伸性其实也还蛮大的 然后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来看 就是黑名单筛选这一题 那这一题是 之前的一个学员问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 都要找非常多的黑名单 当然黑名单 但他有的人是用email 有的人可能是会员资料 有可能要加会员 那会员可能我要先确定说 你这个人是不是 曾经被我们列为黑名单 拒绝完 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去快速筛选到 所以要特别注意 当然黑名单 这个指的是 卡住向下 里面的话有两万多笔 假设 我要查的 查询名单 卡住向下 假设他里面有一千个人要查 一千个会员的email有信箱 我要知道说 这一千个会员里面呢 有几个在黑名单里面出现过 请你帮我怎么样 找到之后放在查询结果里面 帮我列一个清单 拿给我 好像这同学 他每天做的事情 就查那个黑名单 然后把查到的结果给他的老板 他老板只要看说 有没有黑名单 要加入到我们的网站 如果有的话 就不要让他加入 他也也许有些 人工审核的机制等等的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一些奥铁 踢掉的话 哇 那很麻烦 他每次就又来 又来又 对不对 所以有些人其实有惯性 他常常就是会来做一些 很讨厌的事情 那你可以预先把他挡架 就不要让他进到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消费系统里面 OK 那就比较没有麻烦 所以待会的话可以想想看 如何去把 把这一些清单里面黑名单帮我查到这边来 当然不是叫你土法链钢 其实以前比较笨的方法 当然就是什么 用复制 然后用什么 寻找 Ctrl F 有没有 这边把那个黑名单的名字放到 问题是你要这么多个 可是有没有什么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把这个乐透彩的重奖统计这一题 我又延伸 又延伸讲了有关这个前七名 如果我要是什么呢 刚好按照一到七的排名 其实就多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把小一等于七改成等于J 第二个的话呢 在那个外面就外面回圈 放一个4J等于1到7 OK 再来就试试看有关那个黑名单 这个筛选的这个部分 其实黑名单筛选延伸应用还蛮多的 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要两个范围资料比对 有没有 这个一样的地方 请你帮我把一样的部分抓出来 我怎么知道这两个范围有哪些地方是一样的 哪些是不一样的 OK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方法 因为经常都有会遇到就是 你两个或多个范围的这个资料比对 但如果你用人工的方法来做 第一个浪费时间 第二个很容易出错 为什么因为人会这个疲劳 所以这些事情呢 如果你用什么 用那个Excel来做的话 其实是相当简单的事情 OK 要待会跟各位讲一下 这样最好是什么 以后还可以设计出按钮 按下它自动就帮你跑出结果来 那大概最好 OK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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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